如果一个人熬到没有人联系你,没有饭局邀约,没有所谓的社交,那么恭喜你,人生就像一场盛大的舞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演绎着各自的角色,而在这个舞台上,电话、聚会和社交仿佛成了我们交流的纽带。 然而,有一天,当你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了电话,没有了聚会,也没有了社交,那么恭喜你。 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不是情商便低,而是不再将就自己,曾国藩年轻的时候是个社交达人,身边经常往来的朋友百余人。 最多的一天,接待拜访了几十位朋友,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他身为汉林院士奖,众多好友纷纷登门祝贺,他不得不跑了五十多家去回拜,每天忙于应酬交际,他逐渐感觉到疲惫不堪, 在无暇顾及学问,等到发现自己退步得非常厉害时,他才幡然悔悟,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日课十二条,其中包括夜不出门,矿工提神,切解切戒,他认为,应酬会使人精气耗损, 神情疲惫,荒废修养功夫,因此必须戒除,一个人身上的能量是有限的。 流连于喧嚣的聚会,浮夸的酒局,带来的往往不是愉悦和满足,而是疲累与力不从心,斩断社交,远离人群,是在给精神减负。 主持人鲁玉,从事主持工作数十年,采访过一万多人,台上的他和受访者侃侃而谈,但台下的他却是个重度设恐,坐飞机的时候害怕遇到熟人,因为他不想跟人聊天,在推不掉的饭局上,他也尽量当一个透明人,工作之余,他几乎不社交,在家里宅着,好几天闭门不出,在别人眼里枯燥无味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是一种享受。 不必维系不痛不痒的关系,不必回应不三不四的话题,他躲在家里看书,看电影,锻炼,学习,一个人自得其乐,三毛曾在《送你一匹马》中写道,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使我少了负担和承担。 我不多说无味的闲言,这使我觉得清场。 人到了一定年纪,是往回收的,收到最后,一无好书,一杯浅茶,把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不必在意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时,别人投来的异样目光,告别外界宣扰,寻得内心清静的独处,把自己安顿好。 才能安静而轻盈地享受生活,深度的社交质量与真实的自我表达,减少社交并不意味着完全与世隔绝,相反,那些选择独处的人往往更加注重社交的质量而非数量,他们不追求表面的热闹和繁华,而是追求深度的交流和真实的自我表达。 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社交应该是心灵的碰撞和思想的交流,而不仅仅是身体的接触和言语的应酬,因此,他们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那些真正能够触动自己内心的社交活动中,这样的社交不仅能够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还能让他们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和价值感。 同时,他们也更能够在这样的社交中保持真实的自我,不受外界的影响和束缚,一个人选择减少社交活动,熬到没有电话,没有聚会,没有所谓的社交的地步,往往是出于他们自身选择的原因,他们追求内心的宁静与自我对话,专注于个人成长与兴趣的培养,以及追求深度的社交质量与真实的自我表达。 这样的生活状态不仅不是孤独和寂寞的象征,反而是一种勇敢和智慧的体现,因为他们勇于直面内心的呼唤。 不畏追求心中的梦想与目标,始终在生活中坚守真实的自我。 当然,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选择都是不同的,有些人可能更喜欢热闹和繁华的社交生活,而有些人则更喜欢宁静和独处的时光。 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在所选的生活方式中寻找到内心深处的喜悦和满足,只要我们能坚守自己的选择并在其中发现乐趣,那无疑。 这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最佳生活方式,无论我们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模式,都应该保持一颗平和而开放的心。 我们应该学会在独处中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力量,在社交中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归属感。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步伐,走向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成功之路,不是无人问津, 而是强大自己,前些年盛行一个叫BPR的概念,意为间隔年、空荡年、年轻人毕业之后,工作之前会开启一段长期的旅行, 在旅途中学会和自己相处,去经历去体验,从而让自己的内心更有力量。 在巴厘岛,那儿的新年叫做纪西节,新年的第一天,选择让一切静下来,只和自己相处,不出门,不得点灯,不烧火,清晨醒来,轻时冥想,自己静静待一会儿,审视自己这一年的不足与成长。 蒋勋在《孤独六讲》中写道,孤独是一种沉淀,而孤独沉淀后的思维是清明,人和人的差距不在天资, 而在于是否能把独处的寂寞转化成往前走,向内修的契机,平凡的世界,被誉为矛盾文学讲皇冠上的明珠, 然而这样一本激励了无数读者的不朽经典。 却诞生于一个僻静无人的矿区,1985年的秋天,为了能够安心写作, 路遥住进了陈家山煤矿医院为他安排的写作间,那里条件简陋到纸装的下一张桌子, 一张床,于是隔绝的日子,陪伴他的只有手中的笔,屋里的老鼠, 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火车鸣笛声,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经过在无数个日夜的浮案笔根之后, 陆遥如期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共计27万字的创作, 他在书中写道,人处在这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生活中得到升华。 没有形单影之的字连,只有的读来读往的字得,这就是成熟后的孤独。 遥说自己是单干户,陈道明说自己不习惯往人群里走, 范高说他是孤独的,不管是绘画还是电影,不管是音乐还是文学, 最好的作品都来自于孤独,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成就都是在这种独处的时刻思考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感觉自己正在过一种无人问津的生活, 无需伤感,无需自怜,你正好用这个静默期让自己愈发强大, 人生本就是一个从简单走向复杂,又从复杂回归简单的过程。 当人到了一定年纪,熬到一个人喝茶,一个人散步,一个人旅行, 一个人看书,没有电话,没有邀约,没有聚会,没有所谓的社交, 依然能知足常乐,顺其自然,早睡早起,善待自己, 那么就真是活出了一种境界,人这一生最可贵的, 其实还不是取得了多大成就,而是无论活成什么样,依然能悦纳自己, 热闹是不迷失,独处是不寂寞,不在别人的世界里兵荒马乱, 也不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怜自艺,这或许就是人这辈子最高的境界吧, 内心质朴,简单,但是富足,当一个人活出了这样的境界。 这一生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有没有才华,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不是吗?半山文集中讲,人生最好的药剂, 在独处时的平静和心安里,平静和心安是人能拥有的最好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生活,本质上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幸福,其他一切都是手段, 人活着,将能力和才华换成财富,又用财富换回滋养自己心灵的生活方式, 谁的一生不是这样过的呢?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向外追逐,逐渐接受,又慢慢收敛的过程,半生已过, 当我们熬过苦难艰辛才发现。 原来生活简简单单就是福,人生平平淡淡才是真,跨过人生中的风雨彩虹, 每个人中要学会回来做自己,在独处的平静和心安里,藏着我们从喧嚣尘世里找回来的自己, 这世上没有单调的生活,只有乏味的心灵, 其实人一辈子,最需要迷上的是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独处,也能心安,一个人的岁月,也能自得其乐,享受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 这样的心境,无论走到人生的哪一步,都能笃定前行, 不会再去苛求自己迎合什么,也不会为太多的欲望和束缚所累。 回归做人简单的快乐,两个人生活,就享受两个人的欢喜, 一个人生活,便享受一个人的清欢,即使孤单,心也能够安住当下, 随心而活时,就能照见自身的澄澈与明亮,激发出生命的微蕊与蓬勃, 这烟火人间,事是遗憾,事是也值得, 世间中会教会我们,以独处相安,与万事言和,有风听风,下雨看雨, 人生中所有的深意,其实就藏在平淡流年的日常里, 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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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